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王善逸 欢迎大家来今天我们经济学的讲座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未来经济学 经济方面是紧缩 还有衰退 这个是我们的未来这一两年的主軸 我们来看他们关于紧缩跟衰退 对于我们经济学的考试 这些分析 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专题的实施 就大概从2008年雷曼倒闭之后 倒闭之后延伸出一连串的经济风波 那很多的金融动荡 很多金融动荡 那导致我们有一些次贷的危机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很多投资银行 很多的商业组织都倒掉 那这个时候 美国联准会先做了一次 量化宽松QE 那这个时候投进了一兆多 一兆多的美元到金融市场上 再来呢 10年的时候还有个QE2 QE2 然后在12年的时候 12年的时候有个QE3 这几段时间 投入的钱其实都不少 都不少 但是最重要是在2020年 2019年的COVID-19 这次的事情比较严重 然后在2020年的3月 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 动荡很严重 然后就加上lock down 很多企业 很多的经济活动都暂停了 都暂停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QE4 QE4的支持的话 其实很多金融 不只金融 实体经济 这次也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在这边 稍微算了一下 然后前面大概就累积 就五六 六七兆 六七兆的美元 在金融市场上 这十几年来 然后 然后接下来在供给面的变化 供给面变化 其实最重要就是 那个 封城还有战争 封城还有战争 这导致我们 供给面的中断 这影响也很大 也很大 那 这个 为了减缓通货膨胀 特别是这去年 前年 陆陆续续 欧美已经先开始解封了 经济活动 慢慢的回不到正常 回不到正常 那市场上还有这些钱在上面 所以 其实对我们的通货膨胀 有很大的 很大的 那个 助长 很大的助长 台湾其实可能 大家陆陆续续 还是有一些影响 有一些感受 但是我们政府 那个主计总处宣布 公布出来 就是大概年增率 大概百分之二点多 感觉上不大 感觉上不大 但是其实我们的 平民百姓的生活 其实有感觉到 但是跟欧美的那种 去年 去年都还有百分之 年增率都百分之十以上的 那个感觉 落差还蛮大的 但是不管怎样 既然美国那边已经 打算要做紧缩了 打算要紧缩了 所以 未来全世界的主轴 全世界的主轴 一定是紧缩 暂时不会再做宽松 所以我们在之前考试 遇到的题目 多数都是宽松 降价 那现在我们要做的是 往紧缩的方向去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QT 那我们看一下 第二页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 先画这个图 假设这个是在 我们的长期 短期跟我们的需求 需求出来的这个均衡点 均衡这个A点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我们的物价 物价在P0 这个充分就业产出 那个是完全在 在就是在还没有这个A10 就是我们还没有封城 COVID-19 还没发生之前 那假设这边 在这边我们的这条垂直线 是我们的长期菲利浦曲线 这是我们的短期菲利浦曲线 那这边的结果 均衡 长期的均衡 都在这里 那 lock down QE 在QE 还没出现之前 就是先在这里封城 各国封城 所以在封城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 实际上的需求变成这个 AE1 然后这里没有动 货币 我们的货币供给还在这里 它这边出现这个点 这个点是B点 工程期间其实可以感受得到 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价格 这边假设是往下的 我们这边 先假设这个 攻击 转线的攻击 没有受到影响 不管的话 如果有受到影响的话 我们的产出会再更少 但是价格就不确定 价格不确定 那么在分析的时候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就先假设 物价是下跌的 物价是下跌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只有单纯现在是在 封城状态 然后我们在这边再来提说 我们前面说QE4 政府中央银行 美国的联总会做QE4 大量的撒钱 大量的撒钱 让我们的需求回来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到实体店面去消费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网路消费 透过网路消费 支持一些企业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移动的幅度可能不一样 没关系 但是我们这边为了便利 就假设刚刚好移动到这里来 移动到这条线来 如果刚好移动到这里来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说 它这里是AD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仍然是在疫情的状况之下 需求是比较少的 消费相对是比较少的 企业投资也是比较少 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 有了QE4 所以让这里增加 这两个是一样的 现在还是在COVID-19疫情期间 但是有了QE4的支柱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点 我们回到这个点 好那接下来陆陆续续的个股 去年 今年 大家慢慢的在解封了 解封了 所以解封之后 会让我们的这个需求 这个需求回到原来这里 回到A10状况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就会让 抱歉 这边没有写 这边漏掉了 只顾着讲这边 好 在这个B点这里 对应的 产出减少 物价下跌 所以对应到的是 这个B点 失业率会上升 失业率会上升 所以对应到这里 U 这下标1 所以这边下标2 那物价下跌 所以我们在那个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说它的通货膨胀率 有稍微下低 往下降一些 好 有往下降 下降 然后这边 做过 透过这个 宽松 所以 会再回来这个点 会再回来这个点 红色的这个地方 红色的这个地方 会再回来 好 再接下来就是讲说开放了 就是经济活动回复正常 那要回不正常 所以要回到A10 A10 但是政府 那个美国联准会 还没有收缩 这个货币 那还没有收缩货币 就是这个消费需求增加 投资需求增加 所以会往这边跑 会往这边跑 那我们可以写说 这个地方的状况是 回来的 总和需求 这有消费的回来了 投资也回来了 投资回来了 消费也回来 但是 金融市场的这个 还在 M1 仍然还在 在这个情况之下 来到了这个C点 来到这个C点 那在这个C点 我们的产出 产出增加了 我们的价格上升了 产出价格上升 所以对应到 从这个A点 红色的这个A点 现在 失业率下降 通货膨胀率 往上拉了 所以跑到这个C点 在短期到这里 所以我们的通货膨胀 拉高了 我们的失业率下降 然后到现在这里 应该是标错了 这地方要不要异 好 那就到这里 那 政府还没收缩 那这段时间其实 陆陆续续会发现 会发现 这里 慢慢的通货膨胀会 持续再往上 这是短期 这是短期的现象 那如果政府没有做 没有做紧缩的动作的话 到了长期 到了长期 我们现在在这边 有 膨胀缺口 所以大家预期物价 会上涨 会上涨 所以 其实这已经感觉到 所以大家会跟我们的老板 要求比较高的收入 我们 涨工资 那涨工资 只好会让我们的总和工资 慢慢的减少 那减少要减少到长期的话 会到这里 会到这里 短期的 我们短期的产出 总和工资 要透过 这个预期的价格 要慢慢往上减 要拉到这里来 P3 这么高 这个时候 预期的价格 等于它实际的价格 在这里 这个低点 在这个低点 预期的价格改变了 也会导致我们的预期的通货膨胀 预期的通货膨胀会改变 会改变 那要改变的话 会让这一条 这一条短期的往上移 往上移 会再移到 这个点 移到这个点 低点 对应到这个低点 好 这个时候通货膨胀会对应到 更高了 这是我们说的 工资回旋 大家要求加薪之后 大家要求加薪之后 会让总和供给减少 总和供给减少之后 会让通货膨胀率再往上拉 再往上拉 所以这是我们的短期的 新的短期的飞利浦曲线 那这里中间没有零一二 而没有一二 我们这边就直接标 刚好等于这个三的地方 预期等于它自己现在实际上的通货膨胀率 那这是政府都还没有做紧缩的事情 还没有做紧缩的事情 在这里 所以陆陆续续的现在因为通货膨胀率很高 物价也很高 所以现在我这边没有写 连准会现在开始在做紧缩QT 那做QT的状况其实就是要把这个A1 A1希望长次的回来这里 所以他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再拉回来 再拉回来 在这边这里有一个紧缩的缺口 所以在长期希望可以再回来这里 希望再回来这里 但是现在看起来通货膨胀率比较可以压得下来 通货膨胀率比较可以压得下来 但是物价比较困难 物价要压回到这个P0 其实比较困难 因为我们在看通货膨胀率的话 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其实是 P1-P0 再除上P0乘上百分之百 那我现在可以做的事情是让通货膨胀率 压回到这个比较低的啦 但是你要把价格压回 例如说现在的鸡排有些 已经涨到七八十块了嘛 你要再让它 压回到以前的四十块三十 四十块五十块以下 是比较困难 但是让它不涨上去 把通货膨胀率压住让它不再涨上去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啦 这是我们在经济学上面的做法 你说把价格压回来 那个只是一个 希望 理想 但是实际上要真的压到 回到以前那个价格 比较困难 这比较困难 那这些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是总体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个体的部分 从题目上来看 111年 上一次的 观物三等的题目 他说 本来锯脂纤维是纺织业的重要原料 那他可以做很多步 那在COVID-19期间 石油 跟 石化原料价格上涨 还有它的其他各式的物流运输成本都上涨 评估这个现象在短期不会消失 那假设 它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的话 那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先把基本的图先画上来 钞维是很好的 限制的 还没按着 钞维是给纺织业的 它就了 虽然是一台 那太鹤织业的 这是以后 粑 分赔 筑 请 郭 我先去把材料拿到一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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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看一下 图的左边是个别的厂商的 然后右边是整个市场 右边是整个市场 那这是10 这个点是10 所以 它说 现在的大家的成本往上 大家的成本往上 那 我们来看一下它就是 垂直的 垂直的 垂直的往上 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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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1 然后 这个点 也会是垂直的往上 我们的边际成本 MC1 到这边标 E2 这边不要E2 这边不要E2 那这是在 长期的状况 在长期的状况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 大家的成本往上 提高 提高 提高就这么多 所以 根据个别厂商 加总起来的整个市场的成本 它的供给线 会上涨到 这个垂直的距离会一模一样 垂直的距离会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的短期 我们的短期攻击 会跑到这里来 短期的攻击会跑到这里来 那这个点 这个点 这是我讲义的Q0 正上方对的那个点 这边有个点 但是我们的均衡 在短期的均衡 是攻击跟需求 相交的地方 供给跟需求相交的地方 所以这个点 这个点 才是我们的短期的均衡点 短期的均衡点 所以把这个价格往上 往左对过来 往左对过来 我们在这个价格之下 个别厂商 它现在成本已经往上拉了 所以 它的 最适的产量 会减少到这里 Q1 会减少到这里 Q1 然后它问说 它的 成本 有没有赚钱 对不对 没有讲 只问说 这个原因对于个别厂商 跟整个市场的影响为何 那影响就在这边 这是在短期的影响 然后第二小题 它说在短期 个别厂商的利润为何 好 因为它已经往上涨了 所以 它的亏损是在这里 它的亏损是在这里 这一块 这是它的亏损 这一块是它的亏损 因为它现在的产出 就是在这个1万 这个点 这是它的亏损 然后接下来它说 它长期会有什么影响 长期的角度 所以这个大家会有什么影响 那在长期 因为这是短期了 大家有亏损 到了长期 一定会有人 再退出 那退出要退出到哪里呢 退出要退出到 这个价格 边际成本 跟平均成本相交 这个点是 厂商没有亏损的点 没有亏损的点 所以这个1、2 这个点 对应的价格 对应的价格 所以 往这边对 退出去的供给 要退到这里 要退到这里 S2 在这个情况之下 市场价格变成P2 新的 整个市场的数量 整个市场的数量 这个 刚刚没有对应出 画出来的 这个别厂商的 这整个市场的 短期的 整个市场的短期的 整个市场的长期 整个市场的长期价格 那 回到这个点 回到这个点 所以 我们的 个别厂商 留下来的 有一些厂商 退出去了 有一些厂商留下来 退出去了 就不见了 会让它再整个减少 但是留下来的人 会从这里 再跳回到这里来 跳回到这里来 所以这是个别厂商 跟整个市场的长期 整个长期的 这是个体的部分 这是个体的部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题 下一题 原著名特考的 经济学 他说 原先处于短期 跟长期的均衡 他要我们用 ADAS ISLM 所以你可以把它 画成两个图形 上一下 上面的 可以把它 画成 ISLM 下面的 我习惯把它 化成 ADAS 原先在长期 所以 长期的 总和供给 跟 短期的 总和供给 这是10点 一开始的 一开始 然后再往上对 这边是我们的 IS 复写率的 这边是我们的LM曲线 这是10 一样的10点 这是我们讲以上原始的图 这是最基本的 然后他说 COVID-19 新冠肺炎之后 让大家减少消费 所以 短期 为什么影响 跟刚刚一样 先来这里 往左动了 往左动了 所以我这边不要 ISLM 这边 一样 会对在一起 这里 跟这里 你也可以把它另外把它标出来 可以 上面写的 IS的 IS的 C0 跟 IS的 C1 代表着消费的差距 消费的差距 那这边下面 跟我刚刚原始的题目 前面在讲 第二页第一页的地方的时候 你也可以这边写 C0 是没有封城的 没有新冠肺炎之前 这个是有新冠肺炎之后的 你可以把它这样子标也可以 看个人的习惯 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发现 我们的利率是下降的 我们的利率是下降的 利率是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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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我们的短期 这是我们短期 那我们刚刚在前面一开始在讲的时候 我们 这边 做了QE4 让它透过宽松 让我们的供给需求增加 那这边它是说 如果政府没做任何事的话 没做任何事的话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当时政府如果 央行没做QE4的话 到了长期 当然会倒了很多企业 然后在长期 大家就没有工作 所以说 好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紧缩缺口 找不到工作 所以跟 要去找工作的时候 就会说 那我们降薪好不好 所以我们有一个 调整价格预期 调整价格预期 会让我们的供给慢慢增加 那供给增加 要增加到这个点 来到这里来 所以我们的短期 总和供给会 增加 那增加到哪里呢 新的价格在这里 新的价格在这里 E2这里 我这边标P2 所以我习惯在这边 就直接说我新的 加个预期 刚好跟P2相等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时候会让我的 产出再回到这里来 再回到这里来 那这个就是长期跟短期 长期跟短期 短期会让利率下跌 然后这边漏掉 上面这里 上面这里 因为物价下跌 物价下跌 所以会让我的实质的 实质的货币供给 这没有变 明目货币供给没变 但是价格下跌 所以会让这个 除起来的数值会变大 所以会让我的 实质的货币供给 会增加到这里 价格 这边对应到的是 这个2 P2 所以 来到这里 E2 所以利率会再下降 利率会再下降 所以我们短期 是白色的跟黄色的比 白色的跟黄色的比 在短期 价格会下跌 产出会下降 利率会下降 那长期 就是 白色的跟 红色的比 利率降更多 物价降更多 物价再降更多 但是产出再回来 产出再回来 不变 只要在长期 长期的我们产出 都会回到 这条长期的总和供写的地方 会固定住 只要它没有变 技术没有变 然后 资本没有变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就是固定住 我们长期一定要回到这里来 一定要回到这里来 好 那这个就是 111年 原住民特考的一题 深论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下一题 是比较久一点 以前的题目 它是一个 开放 港国内外均衡的问题 港国内外均衡的问题 它是 它是那个 Flaming Mondale的 模型 一个开放的 那我先把图画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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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左边跟右边两个图 是一样的 左边是上面的固定汇率 这个是浮动汇率 这一题他写的还不错 因为通常我们的题目遇到的政策是国内的政策 国内的政策怎么做 但他在这个题目是107年 2018年 那个时候美国联总会在COVID-19之前有做过QE3之后的紧缩 他做紧缩所以对我们会有影响 他紧缩所以他国际的利率就往上拉高了 所以左右两个图 左右两个图都一样 BP 这里 10 紧缩前 美国联总会紧缩前 紧缩后 所以国际的利率会拉高 会拉高到这里来 所以两个图会是一样的 都在这边 那现在就要比了固定汇率之下跟浮动汇率之下两个国家 两个经济体应该怎么处理 我们在这里 我们看到 那国内的均衡在拉高之后 国际利率拉高之后的下方 所以这里是有一个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 国际收支是赤字的 这里一样国际收支是赤字的 在国际收支赤字的情况之下 本国货币应该会贬值 会贬值 所以在固定汇率跟浮动汇率之下就不一样了 它有贬值的压力 它有贬值压力 但是它是固定汇率所以 它不能贬值 那既然不能贬值 这个国家的中央银行 就要紧缩 就要紧缩 那要紧缩 那紧缩到哪里呢 紧缩就会导致我们的LM 往左上一角移动 那只能移动到 刚刚好在这个地方 移动到这个地方 拉到这里来 所以这里会出现 在固定汇率之下的均衡 跑到这里来 跑到这里来 所以产出会减少 会产出减少 然后他问说关于外汇存底 外汇存底 他紧缩 所以他买进本国 他买进本国的货币 把外汇卖出去 所以他的外汇是减少的 他的外汇是减少的 但是相对在这一边 刚刚讲在这里 本国货币会贬值 这里不能贬值 但是这里就可以贬值了 那可以贬值的话 那贬值会让我们的 假设会贬值到1万 这个10 要贬值到1万 那贬值到1万 那跟汇率有关系的是这里进出口 还有跟这个地方 我们的国际收支帐有关系 所以这里要贬值 所以要往进出口会增加 所以会慢慢的往右上角跑 那一定要跑到这个点 一定要 没画准 一定要刚好跑到这个点 会让我的 这里没有变 然后这里是贬值的地方 所以让我的进出口增加 然后呢 我这边又写了这里 B P 这是1 这是1 对上这个1是 美国联准会珍惜的状况 但是这里贬值 还是会变 但是它是一条水平线 所以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但是我习惯上就是 这样子标起来 让同学知道说 有差异 只是说它是同一条线 所以跑到这里来 跑到这里来 这是Y0 这里是Y1 所以 浮动汇率的国家 透过它减 那个国外 升息 它可以出口 进出口增加 产出是增加 这边是减少 然后利率 一样啦 都是上升的 都是上升的 但是这边它又另外问 同样问说 外汇存底 但是因为 它是一个浮动汇率 中央银行 在外汇市场 没有干预 所以 外汇存底 是没有变的 它那个FR 对 那个FR 就没有动 FR就没有动 好 这个就是我们 第六 跟第七页的 那个地方 好 那我们今天的 那个 讲座 就稍微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就先到这边 那如果我们 个别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来讨论